老师我感觉你教的这些对我没啥用处啊 因为我没钱又不帅 很多男生啊 觉得自己没钱没年长得不帅 就不会有女生喜欢自己 虽然说有钱对女生来说确实吸引力蛮大的 但是你们忽视了有钱的男生 他身上其他的优点 比如 目光精准 正是因为他这些内在的品质 而造就了他现在有钱的结果 有钱其实只是这个男生其他优点的综合体现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一些男生 整得很丑 可是他身边的女朋友却很漂亮 那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有趣 如果你没钱没年 那就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 去学着让自己变得有趣 然后再把其他的弱项加强 比如你没钱 你就学着努力赚钱 你没有言 你就学着创衣搭配 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衣品 更加帅 记住了 想要找到更优秀的女生 就需要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最可怕的就是 一个放弃了成长的男人 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变得有趣 私信我 我教你 我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